Gapass Amig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水踏 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好奇過呢 就是為什麼大部分車子的鏈條都會在左邊呢 那我這邊先統一方向一下 我說的左跟右是指你坐在車子上的左跟右 那我在還沒有認真找資料之前呢 我覺得這可能跟什麼左駕右駕啊 還是什麼以前騎馬的傳統有關係 但是經過我認真的爬文之後 我覺得背後的原因真的很有可能就是 沒有什麼原因 好好在你噴我之前我先趕快解釋一下 機車呢普遍被認為是從腳踏車演化過來的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大部分的腳踏車 它的鏈條是在車體的右側 而且就連英國的腳踏車 它的鏈條也是在右側 那這是為什麼呢 那我目前看到覺得合理的原因 我整理出來有三項 那第一個算是工程原因 那就是在勾扎攜帶 螺絲生產還沒有那麼古籍方便的時候 那通常大家都會使用鎮壓的螺絲嘛 鎮壓的螺絲如果鎖在車體右側的時候 那隨著齒盤跟鏈條的轉動 那螺絲就會有一個自警的效應 那翻成白話文就是 你騎一騎你的螺絲不會噴掉 第二個原因呢算是文化原因 中古世紀的時候歐洲的騎士 他們大部分都是右撇子嘛 他們就是右手持劍 那所以他們會習慣把刀鞘收在腰帶的左側 這樣才會比較好用右手把劍給拔出來 那你的左側已經有一把劍了嘛 那如果這個時候你站在馬的右側 然後想要邁開你的左腳伸上去會比較困難嘛 因為會被你的劍給擋住 所以通常騎士們都會選擇站在馬的左側 然後邁開他們的右腿跨過馬背 這樣會比較順 那第三個原因呢 算是人體工學原因 但我覺得跟上一個也是有點相關 大部分的人類都是右撇子嘛 那通常來講 右撇子的 右髒關節的活動度和靈活性都會比左邊來的好 那所以如果你站在車子的左側 然後你手牽著龍頭 要邁開右腿然後跨上車 相對來說比較容易 等等等等 我知道你要問了 那你剛剛不是才講 機車是從腳踏車演化過來的嗎 那為什麼腳踏車的鏈條在右邊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大部分機車鏈條 都會在車子的左邊呢 欸小夥子 有頭腦 問得非常好 其實如果你待會去觀察看 一開始推出的機車 其實他們大部分鏈條 都還是會被安排在車體的右側 那這可能可以被歸結的是 某種設計上的慣性 如果你是會學網頁的人 或是你是設計師 那你通常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就是如果你在打扣的時候 你不知道上一坨 那一坨阿里布達的東西是什麼的時候 你通常也都不會去動它 因為只要網頁能動就好 因為你不知道你動的那坨東西會帶來什麼連鎖效應 或是你拿到一個很複雜的PSD檔 然後圖層有很多層 然後你不知道每一層是幹嘛的話 你通常也就不會去理它 也不會去刪減 因為你不知道 動哪一層 然後就會造成整個畫面的崩壞 然後我看過幾種不同試圖解釋鏈條位置的原因 最普遍我看到的就是 因為英國是右駕國家 所以他們的鏈條就會安排在右邊 那美國和義大利還有奧地利 他們是左駕國家 那他們的車廠也有推出鏈條在右邊的車 那甚至我們回去看英國 他們有些車廠做出來的車 鏈條是被放在左邊的阿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合理 那我看到的第二個原因就是 因為排氣管很燙 所以要把排氣管放在車體的右邊 這樣人從左邊上車的時候 相較之下比較不容易被燙到 那既然排氣管被放在右邊 那鏈條就要被放在左邊 因為它要讓位子給排氣管 我覺得這個原因 稍微有那麼一點道理 但不多 因為我們又不是沒有看過那種 雙出排氣管走車體的左右兩側 甚至有一些車 它就是排氣管跟鏈條 都放在車體的右側阿 那我覺得這個解釋不是很有道理的原因是說 因為我在看試圖解釋 為什麼腳踏車鏈條被放在右邊的時候 那相同的理由也有被放在 為什麼腳踏車鏈條被放在右邊上 像是什麼 因為鏈條油油的會弄髒褲子跟裙子阿 或是 呃 齒盤跟鏈條運轉起來的時候有點危險阿 等等之類的理由 所以我目前得出的結論 好像就真的是沒有什麼原因 真的就好像全屏設計慣性跟設計需求 誇張一點講阿 好像是那個設計師今天啃了一顆蘋果 然後結果牙齒縫不小心卡了 卡了一點蘋果屑屑 好那就決定了 今天鏈條就放在右邊吧 好啦好啦那我們持平一點講 那自從美國在1975年 要求將我們現在習慣的這個 左邊是打檔桿 右邊是煞車的這個操作模式給固定下來之後呢 那大部分的車廠為了符合這個要求 也就把這個操作方式給固定了下來 因為畢竟當時美國就是這世界上最大 而且又有錢的市場 那只要你是稍微有點野心的公司 那你是不可能字外於這塊大餅的嘛 而且機車又不像汽車 有那些左駕右駕的問題 只要你改了 就能符合這個要求 那你這款車就能全世界通吃 不需要有一個車型 然後分兩個駕駛位置 那一旦打檔位置被固定下來在左邊 鏈條通常也會被放在左邊 這跟引擎的設計安排有關係 像是它的飛輪啊 離合器 變速尺有關 但還是有一些標新利益的廠商 它還是會把鏈條放在右邊 像是 Aprilia的Pegasso BMW的650GS 還有老的 Holly Davidson的Sportster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你還知道哪些鏈條被放在右邊的車子嗎 那你喜歡鏈條被放在左邊還是右邊呢 那我個人是看褲子啦 那我通常是隨機 歡迎在下面留言哈 那我下一支影片呢 就即將重拾我許久未碰的主題 人像攝影 放心各位 我是絕對不會虧待各位的眼睛的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Astara Vista Baby 得